Ambius Scan 這個任務 我們需要在街區的十台救護車周圍或者是 救護車內找到一台手機 這台手機特別難找 它會隨機生成在十台救護車隨機一台周圍或你救護車內 然後任務屏就長這樣 就一台手機 GPX 掀起來安全撤離 接下來我會介紹十台救護車的地點 我們第一台救護車在各居院跟4S店之間的救護車 假如不知道就是黑車走過來的第一台救護車 我們第二台救護車就是我們之前美軍標的街區坦克這裡的岔路 這裡有一台救護車 假如不知道就是最基地點的撤離點斜岔路走過來這裡有個岔路 這就是我們第二台救護車 我們第三台救護車在迪雅科辦公大樓後面的最基地點撤離點 這就是我們第三台救護車 我們第四台救護車在迪雅科辦公大樓正前方的公園內 這是第四台救護車 假如不知道就是倒塌的吊車後方的公園內 第五台救護車在15號公寓旁的這個街道上面 假如不知道就是4S店跟倒塌吊車撤離點 之間這裡的街道上 這是第五台救護車 第六台救護車在松木酒店超市旁的公車站 這是第六台 假如不知道就是污水撤離點走過來 或者是之前找美商的市中車隊旁這裡的公車站 這是第六台救護車 第七台救護車在油渠正後方 假如不知道就是SCAF地下斜坡的撤離點的後方這裡 這是我們之前上一檔的PNC檢查彈的撤離點這裡 這是第七台救護車 我們第八台救護車在松木酒店斜對面的新區的街道上 這是第八台 假如不知道就是綠色信號彈大街撤離點的這條大街走過來 就是第八台救護車 再不知道就是新的展覽撤離點 這條走過來就是第八台救護車 第九台救護車在紅色藝術展覽品旁邊 假如不知道就是展覽館撤離點的鐵門這裡走進來 或者是SCAF公寓停車場撤離點 這裡的斜坡這裡 就是第九台救護車 第十台救護車就是這個斜坡走上去 然後走到底有一台消防車 消防車旁邊 這台 這是我們第十台救護車 然後找到任務品 安全撤離即可 來的 注意行動 συν地雷 你去沈發 Notre